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從小港機場要途徑 所以說幫各位介紹高雄機場的一片相關的東西 今天我是搭護航的航班,是廉價航空 那因為這班航班整個都是客門的情形 所以說開隊人潮又比較多一點 護航的櫃台小姐也忙得不能開交 可是看到其他的櫃台也是空空蕩蕩的 可能是中午時段出國的人潮並不是那麼的多 那我辦好手續之後呢 就跟著我的親愛的家人 一起就準備要從高雄機場出去玩 那你可以看到人潮並不是很多 所以說通關的時間應該是蠻快的 辦好通關手續走出來 我會發覺我們高雄小港機場 分為左邊和右邊來被隔一個 從21號到26號等級門是在右手邊 那27號到32號的話是等級門的話是往左手邊 那我們先往右手邊的花架過去看看 看原來一些設施 或許大家比我更熟悉高雄機場 或是從高雄機場出境 技術資料 那首先會看到右手邊這邊會有長門的一個 貴賓室 那這個裡面呢就是一些貴賓可以進去的 因為我現在的身分是不適合自己去 我發的視頻家 往前走呢不遠的地方 你會先看到一些 衛生間 也就是所謂的廁所 廁所還蠻乾淨的 可以繼續逛逛走走 不過我今天現在還不是那種機 所以說我已經想進去了 再往前面慢慢的走 往前逛逛看一看 這個機場我已經好有一段時間沒有進來了 因為其實這時候出去的話 不是從桃園啦 要不然就是直接從小城路到中國大陸 那因為今天我是搭這個航班 要到日本去車州 要往日本冰火龍中部機場 去那個法廈 看看這裡面的店員 應該是比公哲還旺 這個是現在高雄機場的中午時代 應該是蠻年輕的 一般高雄機場都是早上比賽 早上最凌晨的時候 大概在秋天的時候 可能會這樣多 好的 這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廁所的地方 往前走 有個小鞋坡 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一些貨賣免稅區的地方 之後這個地方是 要往左邊走 就會21號 然後26號的一個待機門 都是在這個區塊 那我們這次 最佳女主角呢 也是不會放過在裡面搜購東西 等一下大概就可以讓她再賣個東西 首先看到右手邊這個免稅區 這個區塊我應該不會進去 因為我們台灣有兩大體系的 免稅店的店家 右手邊這家 我是這輩子的不會進去吧 左邊這邊我就是最喜歡灌火 我就是這輩子的 手著手著拍著拍著 看到最佳女主角的身影 確實她在這邊做結帳的工作 看到了 就是她 好 好的 我們現在往27號到32號的方向走 首先會看到是中華航空的一個 會移植的區塊 那再往前面 往前面 繼續走的話 會有可以用餐的地方 就是 簡易的餐食的地方 我們會看到抽搐 那這個方向等一下 在大片的後體床 我們可以看到 我今天要搭這個 複補行的航班已經就 因為在緊急屏 等一下就可以讓我們 趕到這個 飛機來往東部機場 這邊的東部機場 這邊的東部機場 中華的東部機場 重新鮮 有些人 一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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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進到 小港機場 裡面的話 如果不需要合分的話 在樂事的話 到小學的話 就會得到 方向桿 在這邊 有一個 我們還建議的餐食 其實這邊的東西 也是蠻好吃的 好想去房這個地方 可以在那邊稍微停留吃一下東西 那走過來這邊就可以看到 男女的廁所 這廁所對一般人物質很重要 可以一逛去看廁所拍一下 這是男生廁所的樣子 提供大家參考一下 我不是後悔者 所以說光明正在走進去 我也知道這時候男生廁所才能找到 真的如何我所想像的 沒有在上銀行 所以說我就稍微拍了一下 好的 關完廁所之後 我們就繼續的往這個房間 這是我26號到32號的一個方向去前進 這個方向的解剖下來 再試試看也可以看到 身很長的一個購物的地方 在這個方向的人潮也是一樣 不停不多 搭機的雨夜真的是少了很多很多 那整個機場感覺就覺得很親切 確實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在裡面逛的時候 也看到很多的店家 今天好像沒有在一個夜 不知道是休息還是結束雨夜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畢竟我好久好久沒來到小港機場 我就在裡面 鮮花鮮花 準備要離開拍片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那個目前的一個情形 我可以看到 一拍片 我可以看到 是不可以看到 哪一拍片 我可以看到 需要消失去 我可以看到 一拍片 我可以看到 在這裡 但是 那裡 我可以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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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